猪杀那个不能够到里头 滚到外头 猪杀衣 猪杀衣 胸化 这个胸化出来了 对 这胸化 这五月节 这是两人在一块 对对对 五月节 这个现在科学考证 不知道过去我们没喝过 他们过去喝熊黄酒 容易中毒 它有微毒 这种是药 是 它有种药特殊的用 你就点缀一下五月节的时候 那个就弄酒啊 一抹 完了以后也是取虫子 喝完熊以后容易变成蛇 写原型 那你说那白车传呢 每节有应节系 有端阳经变 就是白车传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这个制作机关的花 就这节系长得好看极了 有这么厚紫红色 就咱们现在的节系 有麦的 有麦的 这么厚 那个那上面是这么高 对对对 而且那个籽特别小 那一洒一片 长出来以后啊 这一卷 这个一卷连街坊都有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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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了那么多 为什么也问了那么多 讲清楚了 其实里头啊 你们那下车里头 还有很多 关于春节的 可能放着春节的时候 再把渣老师请来 再来问问 太好了 那今天人怎么过呀 中秋节啊 想有个什么呀 三个大内容 三项内容 第一个是 吃团圆饼 团圆饼 第二 聚会 家庭主妇挂帅 拜月 主妇挂帅 第三 有条件的 看一看 戏园的里边的应节戏 都有哪些呀 长歌半月 那是算一个 后裔收入 过去都是大家平 一家的三代 十口八口 甚至还多 主妇 蒸那个团圆饼 这么大一个 这么后半发面 活多了以后 坎成这么大一个 上面枣 果料 红糖 再铺一层 一个小 铺一种精彩似的 那么一个 这么开怎么办呢 一分两份 拿筷子 一插 8月15的天 晚上 月亮 东方升级以后 家庭主妇 穿得干干净净的 带着女儿们 儿媳妇 去拜月 我民族有一个传统 叫做 男不拜月 女不计造 我们小时候吃 吊渣 吊一块渣 都得剪去了 吃了 都得吃了 为什么 这一块团圆 家庭团圆 一点都不能少 哦 有些想着 不得翻译了 他有种礼节 和心态的东西 那边有那渣子 快点起来吃了 拿呀 你 接下来 专家教您 做出一点 拉着毛标 这是第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